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有一名中國男子在昨天的元旦 企圖用搭乘熱氣球的方式登陸釣魚台 但是途中因為基建故障 墜落在釣魚台附近海域 日本海上保安廳接到他的求救訊號 派人趕到現場將他救起來 隨後就交給中國大陸的海警帶回處理 除了漁船 中國保釣人士屢出新招 這次不是走海陸 而是從空中突襲 一位中國男子元旦駕駛畫面上 這個熱氣球想要降落在釣魚台上 不過最後結果宣告失敗 當天小一點多 他和熱氣球落在距離釣魚台 約二十多公里的海面上 國搜中心接獲日方通報後 趕緊通知海巡署 吊派附近的謀新艦前往救援 日本海上保安廳也派員搜救 最後這名男子被日本公務船 沖繩號平安救起 我們接獲通報在第一時間 海巡署就有派遣我們相關的船隻 前往搜救跟池源 日方也同時協巡的時候 就到當事人 日本海上保安廳表示 這名三十五歲的男子 在河北擔任廚師 一後上午七點 從福建省福清市駕駛熱氣球 希望登陸釣魚台 但途中熱氣球故障 所以他用無線電裝置 發出求救訊號 日本海上保安廳已經在一號 晚間八點多 將這名男子交由附近海域的中國公務船 海警2151號帶回 救援無國界 其實這個相關的國家也都有建立一些 這個既有的通報機制 跟救援相互指引的機制 這個釣魚台以及它附屬的海域 都是屬於中華民國的主權 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所幸就是意外 並無人云傷亡 不過我國外交部也重申 釣魚台領土和相關的海域 都屬於中華民國主權的立場 沒有改變 記者張聖 陳立峰綜合報導 新聞 新聞